回来一次 说 红剑 那个叶老师的事 是我俩干的 欧大一点都不知道 是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卫皇 你认识我那么久 我欧大志 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我会去干那 偷鸡摸狗的事吗 再说了 那叶老师 为了小敬 来这个夜市买摊 你说过得多不容易 你说 我会那样子去破坏他们吗 你 你相信我好吗 行了 事情都过去了 不过你以后啊 管好这俩人祸境 那那你放心 要是再干什么事 我打断他们两个台做嘛 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坐坐坐 坐坐坐 要几个呀 五个盒子 两碗小米粥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坐坐坐 来来来 来 给我吧 你让他来 让他来 你让他来 二位 您的酒量盒的小米粥 您 您慢用啊 欧大智 你对卫红还真是上心啊 喂 这爱花店吧 我要定数玫瑰花 对 我现在去取 好 慢点开啊 慢点开啊 你玫瑰花干嘛 难道有什么见得人的事 跟着吗 跟着吗 叶主任 方老板 您 您找谁呀 不是 您 您怎么来了 我今天是过来帮你忙来了 帮我 我知道业主任 现在也在夜市摆摊了是吧 而且就在卫红的隔壁 我知道您一直喜欢卫红 所以今天过来 助你一臂之力来了 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我讨厌那个欧大志 再说了 我觉得你跟卫红更加合适 更加般配 我管理这么大一个夜市 也总要为你们这些 做生意的纷纷忧嘛 这花你拿着 拿着 送给卫红的 我也知道你们这些男人 不懂得搞浪漫 还给你办了一张卡 随时去取 随时送 那 那就应该 谢谢方老板 不客气 我只想早一点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走了 这 行啊 春风得意呀 你来干吗呀 先是那个欧大志 现在又给叶翰梁送花来了 我说金光玉 你什么意思 我是给叶翰梁送花 那是我让他追求卫红用的 为什么呀 为了夜市啊 当然是为了经营好夜市 你看这欧大志 要是跟卫红这两个意见领袖 又在一起了 这夜市还怎么管呀 你以为你一说我就信呐 叶翰梁 叶翰梁 金总 什么事 他找你干吗呀 方老板送了一束花给我 让我送给卫红 还送了我一张花店的会员卡 说让我以后 多送些花给卫红来追求他 金总 您千万别误会 我跟 方老板什么事都没有 我这心里边 除了卫红 没有别人 你看看 我说得没错吧 整天就知道胡思乱想 服了你了 我公司还有点事 我先走吧 还傻站着干吗呀 赶紧送花去 以后只要是追卫红的事 尽管来找我 你不能走 妈 没什么事 我来 我买的 给你 我 我刚刚度过 我花店正好打车 玩浪漫啊 玫瑰花啊 红色的 很漂亮啊 真的漂亮 人家买了就收下吧 收下吧 叶老师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对花有点过敏 这花您还是拿回家自己擦吧 人家不要 他不要 我要 这花不是送给你的 是送给卫红的 叶老师 那你说 你说你到夜市摆摊不是为了卫红 我信 可你现在三天两头的往卫红家跑 有事没事的献殷勤 现在又送玫瑰花的 连瞎子都看得出来你有什么目的 是吧 我 我 我的目的没必要告诉你 别别 卫红 不要这会儿 我拿 我拿回家插吧 不是 是吧 欧大志 别再闹了 我哪有胡闹啊 卫红 给我了 好了 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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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什么 这是我买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卫红 我跟你一块去也是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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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来 我来 你给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 都是你闹了吧 走 你们俩都给我走 走啊 都是你 走了 走了 走 走了 走了 走 我 你怎么了 怎么在哭啊 哥 我失业了 失业就失业了吧 那哭什么哭啊 到不了到我那边去坐啊 没 没关系 你别担心我了 我想自己出去走走 你 好了 没关系了 下岗就下岗 反正有我呢 不过你要答应我 你不许再为这件事情伤心了 要不然的话 我心里会很难过的 好吗 好 来 哥 来来来 大志哥 你过来 你小子趁我妹妹伤心的时候 你占他便宜啊 没有 你是不是人 大志哥 你误会 你是不是人 哥 大志哥 你中手啊 大志哥 你误会大志哥 别打了 大志哥 我对小骨子真心 大志哥 别打了 大志哥 大志哥 你这个混蛋 哥 你给我住手 住手 大志哥 大志哥 你三方五次打我儿子 我告你 你等着坐牢吧你 去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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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应该坐牢的人是他 告 好了 爸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不能完全怪他 明明 你让他打糊涂了是吧 你怎么向着他说话呀 我现在就要打电话 我求求你别打电话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让我不告你哥哥也行 除非你答应我 永远不理明明 爸 我答应 口说无凭 你立个字句 答应就答应了 还立什么字句 别给脸不要脸啊 走 走 你给我站住 走走走走 你站住 您到底想干嘛呀 您为什么非要这样呢 我不想让你跟欧小敏来往 不管你理解不理解我 我都要这么做 即便你在美国永远不回来 我也不怕 我 喂 周老师 啊 啊 什么 金亮 金亮没去学校 这不可能啊 他一大早就去了 他没有不舒服 今天早上还是我亲自送他去的呢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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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走 那你这一天都去哪儿了 我在公园待了整整一天 就是为了教训我妈一下 让她知道我的厉害 可是这天都快黑了 我有点饿了 就来你家了 我现在属于离家出走 可不可以在你家住一段时间啊 你想住就住呗 太好了 真够哥们 别走 东欣 阿姨 你看见金带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 他会不会去我浩华家了 去浩华家了 谢谢你啊 好啊 许东西 我都听见你刚才说的了 金亮不想让他妈妈知道他在哪 你出卖他 我一定要告诉他 我怎么了 没关系啊 拜拜 林浩华 金亮 你妈来了 林浩华 我 我妈怎么办啊 亮亮 你先躲我屋里 别出声也别出去 我先去看看 行行行 你赶紧去 我们没有人啊 来了 阿姨 阿姨 金亮呢 金亮 她没来啊 她今天都没上学 没来 你骗谁呢 你们班同学说在你家呢 没有 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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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呀 刚才都夹我脚了 你躲这儿干吗呀你 走 你干吗呀 就知道你在这儿 干吗呀 你怎么上课呀你 不想上 关你什么事啊 关我什么事 我是你妈呀 干吗呀 我不管你行吗 李浩华 你怎么解释 金亮怎么在你这儿 不是好话的事 不是好话的事 怎么回事啊 你还有脸问 你们家宝贝儿子把我们家亮亮给藏起来了 怎么回事 金亮来找我说她不想回家 是 不是好话的事 是我想藏的 不关她的事 你闭嘴 干吗呀 不上课 你还有理吗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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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亮 为什么不去上学啊 我不想上 干吗 别打 别跟你妈那么说话好吧 我儿子不需要你关心好吗 你有那份心关心你的女人去吧 李浩华 以后不要再和我们家金亮来往了好吗 以后不许见面了 回家 干吗 走 别拉着我 走 神经病啊 这是 别理他 跟这种女人生气也不值得 没事 携作业去吧 把东西收拾了 千亮 你给我出牛肉干吧 你真想吃 来 张嘴 好 咬着啦 千亮 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 昨天是谁告诉你的妈妈 你去浩华家了吗 谁 你快点告诉我 许东兴啊 许东兴 又是那个许东兴 上回城东落水就是她告的状 这回又够装 看我不收拾他 我的 尽量说给我 怎么这样 妈 你要再多好 啊 爸爸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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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在妈去世之前 你答应过妈妈 说要好好照顾我 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不用你照顾 我只求你不要再赌了 自从妈妈去世后 我们连一堆饱饭都没有吃过 这算什么日子 你想过什么日子 不想过就别过 兔崽子长出息了是吧 开始教育老子了 我这 怎么回事 说话 尽量他们打他 兔崽子 敢当老子的儿子 儿子 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这样啊 你在家等着我 爸爸一会儿就回来 回来给你买好吃的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既然知道 就应该知道 我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 开个数 不 方老板 这一看就是做大买卖的人 爽快 爽快 那个 现在这个物价这么贵是吧 这个 营养费 医疗费 还有那个精神损失费 怎么着也得有 五万吧 五万 行 你等着 我去 这么简单啊 你不会要少了吧 冯楼宝费 你真是 真是爽快人啊 那行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我先走了 好 等会儿 写个收条吧 免得收了钱不算数啊 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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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老板写得真是周到 您过目 日期呢 对对对 好 您过目 那没事 我就先走了 好好好 那您好好休息啊 行 好 喂 刘警官啊 怎么着 傻小子 看到没有 看着环境 看着菜品 看着档次 老子早就跟你说过了 以后跟着你爹 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我告诉你 我比夜市那些人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我跟你说 徐志根 到 我们怀疑你跟一宗敲诈勒索案有关 请跟我们走一趟 不是 警察同志 我最近没干什么坏事啊 真的 你们弄错了吧 有什么话回去再说 走 等等等等等会儿 等等 东西啊 回去让你姑姑救我啊 走 快去啊 快走走走走 我去下车 让你姑姑救我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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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怎么了 慢点 姑姑 我爸被警察抓走了 你爸又被警察给抓走了 你爸又被警察给抓走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姑姑 我也不知道 姑姑 你要救救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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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起来起来 妈 你别管他 这叫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谁叫他老公坏事 你胡说什么呢 我没胡说 他爸那种人就该抓 闭嘴吧你 赶紧洗碗去 越来越不懂事 东西不是你朋友啊 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咱们家没那么多朋友帮助 能有今天啊 东西啊 你先别哭 你跟姑说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你爸怎么就被警察给抓走了呢 我也不知道 怎么能不知道呢 这么着 你就跟姑说说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头到尾的子子细细地跟姑说 今天我上学 和千亮打架了 回到家我就告诉了爸爸 然后爸爸就出门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 他有好多钱 然后他就带我吃好吃的 不过呢 在吃的时候 警察就来把我爸爸抓走了 你们正吃吃饭警察就来了 嗯 你爸有没有说他出去干什么去了 没有 还拿回来好多钱 来 你等着 你看着他啊 妈跟东兴出去一趟 一会儿就回来 听见没有 别捣乱啊 走 来 那个 穿得好再来买啊 行 谢谢啊 谢谢啊 再来买啊 真是谢谢你了 真是谢谢你了 怎么信我呀 你看 有你帮忙 买出去这么多 要不然我下次进货的时候 就进点蛮式的服装得了 省得天天麻烦你 不行 不太妥 走 走 你看吧 我们现在呢 刚打开了这个市场 是不是 有了固定的这个客源 你也有回头客了 是不是 你再换一批男士内衣 你这 都不太好 是不是 你这个又得重新再来 又得重新开始 是不是 莉莉 我看你是怕人家叶老师 不卖女士内衣了 你没法接近人家叶老师吧 什么呀 我哪儿啊 我 行了吧你 莉莉这是为叶老师着想 别在这儿乱说 赶紧忙去吧 莉莉 你说得对 我还就卖这些女士内衣得了 对对对 你说这生意好不容易开了头了 我还得去做下去 只不过我这个大男人有点 不太好意思 没事 有我 有我呢 是不是 你看咱今天生意多好啊 都快卖光了 来来来 那就麻烦了啊 没事 继续继续 来来 走一走 瞧一瞧啊 女士内衣啊 法国元丹进口的 没你买什么 你这边好多款哪 来 对啊 是我报的 这种混账东西 在外面就是白白浪费粮食 关到里面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 方老板 不管这志根他做了什么 敬您开恩 放他一马 求你了 我说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你这么关心他 他是我表弟 志根这人哪 是挺混蛋的 可是东兴太可怜了 这妈妈刚死 不能再没有爸爸 您就放他一马吧 阿姨 我求求您了 您就放过我爸爸吧 方老板 请您看在东兴 他刚死的妈妈的份上 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行吗 好 喂 刘警官 就是想跟你说一下 那个许志根的事 姐 姑姑 来了 快快快 坐坐坐 忙着呢 东兴坐着 姑姑给你拿饮料啊 别忙了 姐 没事 没事 记住了 来 东西喝可乐 来来来 谢谢姑姑 谢谢姐 那个 姐 这次的事真挺谢谢你的 谢啥谢啊 只要你能改好啊 比啥都强 是是 这次来的路上 本来想买点东西 结果这 身上也没钱就 用不着 好 这一家人还客气什么呀 是 你呀 你只要好好工作 照顾好东兴 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 对 群方九泉之下 也能闭眼了 是 那个 姐你放心 我爸将来一定能挣大钱 然后让我们家东兴享福 你看你 你成天竟想着发大财 踏踏实实的 不比什么都强啊 是 不是 姐 我这个人吧 一干就一定是大事 我绝对不是那种 没有远大报复的人 那个 姐 这次来还想求您点事 什么事啊 那个 就想 想跟您借一百块钱 家里没米了 姑姑 我爸他说的是实话 真的没米了 来 一定拿去买米 是是是是 对对 买米买米 肯定买米 东兄 快 谢谢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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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谢谢姐 谢谢姐 那 那姐你忙着 我们先走了 回吧 跟姑姑再见 跟姑姑再见 大哥 怎么着 您是拿货啊 是啊 我就是干批发的 您准备拿点什么货 您是专门搞批发的 对对对 我 我想进点女士内衣 嘿就喂 大哥 咱这就是缘分哪 您看了吗 我这马上要改行 押了一大批的女士内衣 如果合适 您就全拿走 我还舍得找夏佳了 那您 您这个款式和质量怎么样啊 这不都放在这儿了吗 来来来 您看 全是最新的款式 最好的面料 您 您自己看 那你这批货 多少钱出手啊 大哥 我看你也是实在人 您要是真心要 一口下 一万块钱 合适您就拿走 不合适我就留下 一万块钱 八千 八千五行吗 大哥 你说这个 我这已经赔钱了 价已经给您让到这儿了 您就别再往下杀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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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八千五 您 您 您看看 我 我 我只有八千五 得得得得 大哥 您是行家 反正我也是赔了 怎么都是赔 赔多赔少都是赔 对吧 得 按您说得下 货 贵您 不好意思 谢谢啊 没事 没事 我不是诚心想占您便宜 大哥 都不容易 咱互相理解 互相理解 好不好 您这么着 您看着这批货 我给您找一推车 行吗 好好好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您在这儿等着我啊 别走啊 好 谢谢您啊 别走啊 谢谢 这批那衣多少钱一件 一千件以上 十块 哦 这两还可以吗 放心吧 你老来买货 那行 这次来两千件 啊 这就是两千件 那走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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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这货我都包了 这是什么情况 你包了 啊 钱都付了 付给谁了 付给老板啊 八千五 八千五 嗯 你白日做梦吧 兄弟 你知不知道这些货值多少钱哪 两三万哪 是啊 不是 就刚才那个戴鸭舌帽的老板 他卖给我的 我们这儿没有戴鸭舌帽的 我就是这个摊的老板 他才是这个摊的老板 你们开什么玩笑 你们是不是合起伙来想骗我呀 骗你干什么呀 走吧 别耽误我做生意好吧 有什么事啊 找市场管理员 兄弟 我看你是遇到骗子了 他说他是专门搞批发的 他收了我的钱 说要找车给我运货 结果 这 这等了半天就没影了 旁边来人说了 感觉他不是老板 他 他就 穿一黄色的衣服 戴鸭舌帽 你能不能帮我找找 你要米啊 老板 这米怎么卖啊 这个五块钱一斤的 五块 五块钱一斤 那这个呢 这个四块钱一斤 那 这个呢 三块五的 三块五一斤 不是 老板 你这米卖的都太贵了 你挑来挑去的 你到底要不要啊 老板 你这个米怎么卖 这个 两块钱一斤 这就对了嘛 你看你这个人 一点都不诚实 你这 有便宜的 非捡着贵的让我买 这是碎米 喂鸡的 人不能吃 不 怎么不能吃 你看 我这不吃了吗 好好好 两块钱一斤是吧 对对对 这么着 来 我吃劲 好 你等着 我给你装米去啊 好好好 这不是枝根吗 你一想 怎么跑这儿来了 家里没米了 出来买米 买米 你上次不是输光了吗 哪儿来的钱哪 这是管朋友借的 借的 你打算怎么还 我说 倒不如去试试手气 说不定啊 这买米的钱 还有我还赌债的钱 可就全都赚回来了 算了吧 这运气还是别事了 回头啊 连饭都吃不上 再说 一百块钱 有什么好事呢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 赌的都特小 一百块钱就够了 信我的准没问题 一百块钱都中一千的 一百块钱都中一千的 走吧 没问题的 走吧 走 走 走 米装好了 五十斤 一百块钱 老板 不好意思啊 我这米先不要了 谢谢啊 走走走走走 你这 这叫什么事啊 叶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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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冲动啊 下来吧 这钱没了可以在这儿 叶老师下来不回来就完了 别激动啊 你赶紧下来啊 你快下来说啊 你快下来了 你干嘛呀在这儿边 你赶紧下来啊 叶老师 叶老师 你赶紧下来吧 别干傻事 叶老师 你要是出什么事 这小静可怎么办呢 就是叶老师 下来吧 妈 你快下来吧 别吓我吧 快下来吧 魏弘 以后 你帮我照顾好静静 我说叶哈凌啊 你凭什么要让魏弘 来帮你照顾你们家小静啊 他欠你什么没有啊 他没有 你个闹肿窝囊废啊你 这么一点挫折你都经不起 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跳 跳 跳 来 你要是男人的话 你就跳下来 死了算了你 但我告诉你啊 你要死的话 没有人会替你照顾你们家小静的 你让他自称自灭好了 你让他自称自灭好了 有种你就跳 好吗 跳 你 ihmarı 他顶着肚子 不可以受自己的 忘记在这儿给生了怎么办 没跟那儿说 你这么意思 好了 别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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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大 怎么了 是这样啊 那个魏弘今天过生日 我想去给他买个蛋糕 完了呢 晚上呢 在夜市 我想给他庆祝庆祝 帮他过个生日 爱情真伟大 听着就浪漫了啊 这叫爱情故事 侯大 我们刚才看的 这就是爱情故事 感觉差不多 什么 男主人公可好了 你主人公长得像红姐 欧大 我想到了 想到什么 你看 今儿晚上 趁着红姐过生日 你跟他 调个白呀 我觉得这个主意好 既不可识 既不可识 主意是好啊 可是 不是欧大 别可识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叶汉良也喜欢红姐 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就没了 对对对对呀 好 就按你们说的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这就对了 好 好 感谢观看